来哟 今天教你们做核桃红枣雪花酥 来 我们首先量70克的核桃 再来30克的枸杞 这里准备20克的桂圆 红枣这边一定要把种子切掉 然后我们再把红枣切成小块 我们再偷几片里阿嬷的梳打扁 把它扒成小块 锅中小火加入100克的牛油 再来120克的棉花糖 我们接着加入50克的Holic粉 小火慢慢炒到棉花糖全部融化 那现在就可以加入桂圆 枸杞 核桃跟红枣 最后不要忘记阿嬷的梳打扁 把所有的东西搁较均匀过后 我们准备一个Double 先撒上一点Holic粉 炒好的东西全部放进里面 用你的小拳头把它的表面攀平 最后再撒上一点Holic粉 放进冰箱冷藏2个小时 最后再把这个写花酥拿出来切成小块 拿一道好吃到没有朋友的写花酥就 搞定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